海关在大嶼山分流对出水域 破获走私冻浴 拘捕5人 又说不法分子转用小型船突击走私 并且雇用多艘快艇反监视 检获的35吨货物 包括猪耳、牛肚等 总值520万 海关星期四凌晨 发现一艘货船 在大嶼山分流对出水域陪回 其后将货物转移至一艘快艇 快艇怀疑走私冻浴回到内地 货船上5个38至56岁船员被捕 大返海关昂船周基地调查 海关又发现不法分子走私模式转变 由以往西部水域转到南部水域 器用大型等船转用小型货船 并雇用多艘快艇反监视 在附近海域留意执法部门的船 巡逻航道以便突击走私 这些等船虽然可以运载大批货物 但它们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它们的机动性会较低 那里其实地势不是一片汪洋 附近都有一些倒序 如果一些大型船只在那里 航行不太方便 为了减低每一次的损失 那些走私集团现在就采用机动性 比较高的货船 将少量的冻肉就运去当地 再交给一些快艇走私回大陆 海关相信走私模式的转变 和执法部门过去多个月 严厉打击走私有关 海关又说仍然追查这批冻肉内藏来源 又提到怀疑用来走私货船 无冷冻设施 相信一批冻肉未必可以食用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